英国将在机场跑到周围设置一个5公里,3.1英里的无人机禁区,这也是政府对12月半轮断盖特威克机场,因为把入侵关闭36小时后做出了应对,当时扰乱了12万人以上。 英国运输部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,这项措施于3月13日生效,延长了目前1公里无人机和模型飞机的禁飞区。警方还将获得新的停止和搜查权力,以帮助打击违法行为。 法律明确规定,操作无人机在机场附近飞行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。交通部长克里斯格雷林在发布会上说,我们现在更进一步,扩大禁飞区,以帮助保持我们的机场安全。 肆无忌惮的危机飞机,可能意味着五年徒刑,对于故意的暴力行为,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。 政府正在起草一份无人机法案,赋予警察额外的权利,例如无需搜查令即可获取存储在无人机上的电子数据的权利。 重量超过20公斤44磅的无人机操作员,必须在11月30日之前注册,并进行在线能力测试。 与此同时,内政部正在审查其打击恶意,使用无人机,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方法,包括测试缴乱人机运行的技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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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